這個東西其實是臺灣包括製造 所有的跟研發都是在臺灣的 一部是這樣子寫的資料送過去 那第二部是把包括銀行金融的東西做驗證 第二次等 包括說誰侵入你的帳號 是不是會馬上接收到通知 你們團隊提出什麼 我們蠻打的 今天很榮幸可以跟各位見面 傳統上政府的身分跟駭客應該是有點對立的 因為政府是一個科程化的組織 而駭客追求的是平等和共享 政府往往必須扮演緩制的角色 而資訊自由是駭客在推動的理念之一 不過我很能夠認同套脫傳統 挑戰現況的駭客融化 政府組織之中其實很需要這樣的文化 來刺激組織的成長 成為創新的共鳴 因此我不覺得政府跟駭客之間無法合作 事實上剛才蔡理事長在最後的 在演講的最後一講到 駭客是可以跟政府合作的 事實上兩者之間的交流已經在發生 我相信很多人都感受到 就任政委當晚兩個月的航空 藉由駭客的思維跟理念 為整個政府體系帶來的一個新的氣象 唐鳳加入政府只是一個開始 我們希望持續引進駭客精神 推動開放政府以及數位國家等等工作 尤其是在治安的領域 政府和駭客社群將會有更多活動的空間 民進黨的執政半年以來 我們很努力地把治安就是國安的這個觀念 帶進政府裡面 李德財院士現在是國安會的諮詢委員 專門負責國家治安的管理和方針 這代表相較於過去 臺灣主持治安政策的層級已經大幅提高 行政院也在今年8月成立資通安全處 並且正在推動臺灣第一部治安管理法 將針對政府 機關和部分民間企業 提出明確的治安規範 同時 行政部們也有共識 要建構關鍵基礎設施和民間產業的治安防護體系 確保公共服務的運作 並保障商業活動不受壞藍的清爪 特別是在物聯網和智慧城市的架構底下 當聯網的密度越高 我們需要更強的治安防護 來提供穩定而且安全的產業發展環境 好的治安防護已經成為臺灣發展數位經濟 來自於推動整體經濟轉型必要的基礎 我們了解治安的重要性 政府除了會持續強化治安制度之外 也會不斷投入資源提升本土的關鍵治安技術 臺灣在ICT產業培育出很多傑出資訊的人才 不過 治安技術又能不斷升級創新 原來需要有足夠的市場需求支撐 我們透過治安規範的建議 基礎治安防護的建構 以及國軍通資電戰力的整備 在這些政策的引導之下 資安的內需市場將會穩定成長 有助於支持更多的資安社群和企業 投入研發的工作 把資安視為是一種產業 並且跟其他數位相關的產業相比相成 提供運氣 這就是我們的發展策略 過去十年 臺灣泰克也會憑藉著創造的熱情和改善信念 正對於資安技術的國際交流和本土人才的培育 並且促使了臺灣泰克協會的成立 如今臺灣泰克社群越來越有活力 而且逐漸匯聚成一股改變社會的能量 我們願意跟大家保持對話 這個政府會隨時對大家敞開大門 我們一起來工作 一起來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